什么狗屁的高级文明 在我们的面前 只配做狗 美国 国家广场前面的巨大屏幕上 陈阳的身影出现 正在用手指 恰好是站在屏幕前 已经被气得浑身哆嗦的锁散 只配做狗 只配做狗 之前所有人追过 甚至想要做的共生 现在在这个龙国战事的狗 却变成了只配做狗 震撼 震撼到了极致 崩塌 之前的信仰彻底崩塌 那些之前叫嚣着要外星人收拾野蛮和粗暴的 这一刻 脸上火辣辣的 如同被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 怎么会这样 这些高级的文明 不是很厉害 为什么会被龙国打成狗 这不是玩笑 他们是真的被打成狗 而且被打成狗 趴在地上 惊恐慎痛的狗 亡亡呜呜 那声音胆气而又淒厉 如同一条被逼到角落里狂揍的流浪狗 我拒绝成为共生伙伴 一个狗都可以上得出身 不配合我共生 侮辱 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取消共生伙伴申请 现场很多人看到了这个画面 看到那些狗在那里被打的气息 全都忍不住寒战 感觉有些恶心 你们看看威尔逊和艾莎他们 这个时候 众人才再次看到了 当当那些所谓的共生人 在那些克拉辛人 从他们的身体中走出来之后 整个身体开始快速地腐败 如同被人抽走了生命力一般 脸上的皮肤再快速变成皱纹 开始快速地苍老 陈阳再次指着镜头说 看到了没 这就是共生 一群蠢货 被人卖了都还替人数钱 所谓的共生 不过是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体 强行刺激素质的身体 把身体的器官 快速地进行新陈代谢 从而维持身体的运动 大大加重了身体的负败 而正常人的身体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强势 所以 即使我不逼迫他们 他们的这些身体 也持续不了多的 快则三个月 慢则五个月 彻底衰败 而若不行衰败 就需要服用特殊的药剂 而一旦服用了这种药剂 就不再是 说好的共生 到最后就会只剩下外星人自己 整个身体彻底被占据 你慢慢 你再去除了 李博正在观看直播的那些人 彻底省电 他们想不到他们之前追 竟然还潜藏着这样的邪恶 索塔对着陈阳嘶吼 不说 我承认你是我见过的最为喜 最为惨暴的收入 但是 你不要猖狂 我早晚会抓到 给你最严酷的惩罢 陈阳冷冰冰地说 早晚抓到我 哈哈 不用早晚 我现在就去找你 准备洗干净脖子 等着接受来自蓝星的制裁 我要告诉你 蓝星是人类的蓝星 不是所有人类都像 俄国人那样蠢 出棍领域 接着 陈阳又做了一个 抹罗子的动作 这话一出 所有人震惊 所有人都看着直播中的索塔 脸上疑惑 我的天 刚刚我听到了什么 他们是什么意思 难道现在就要冲到 美国来抓外星人吗 那个战士说的是不是真的 难道 我们真的是被 那个外星人 惹惑了吗 所谓的共生关系 不过是一种 残忍的慢性自杀 索塔指 脸上依然带着狂暗 根本没有把陈阳放在眼里 猖狂而又卑贱的褲子 我在这里等 我要看看 你这卑贱的褲子 到底是怎么过来惩罚 陈阳再次指着屏幕说 你很快就会知道 另外告诉你 不要想着逃跑 没有用 我们的量子纠缠 雷达专门用来探测 这些自以为高傲的东西 而这话一出 站在那里的索塔 脸色瞬间跑了下来 头上的那些肉猪根根直立 上面的小圆盘 甚至凉开 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情绪 随后 众人就看到一架 黑色的天威战机 出现在了天空中 随后 慢慢降落到了 那个黑色的平台上 陈阳再次指着屏幕说 狗东西 等着我 我会为你带一条 漂亮一点的狗 接着 众人就看到 那个屏幕中的画面消失了 直播结束 全世界沸腾 我的天 我刚刚看到了什么 他们要来米国抓外星人吗 那之前号称 可以传播文明的外星人 结果前往龙国的 昏仑平台之后 立刻就被叫做人了 这就是他们的文明推广 说最狠的话 最狠的打 说的就是他们吗 你们快看 这家伙站在那 悬浮在空中 头上的肉猪在不停地晃动 看起来是不是像丧家狗 幸亏老子明智 当初没有去报名 那个什么狗屁的 共生伙伴项目 果然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 移民龙国才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那里能够 不定位的这些事情 在智商树 民众们的反应 发生了巨大的变弹 之前看着那些外星人 如同看着神明翼 可是现在 简直就是看过谁 而那些已经改变了策略的 现在则一个个后怕不已 得意志的总统对着审家森 快 快告诉我们的特使 加强和龙国保持有好关系 并且和他们签订合约 以后所有的外星人的关系 我们愿意与龙国保持不掉一致 龙国没有点头的我们不接触 龙国没有落手 我们绝不率先踏出第一步 龙国不认可 我们绝对不会认可 拒绝那些外星人入境 而同一时间 法兰西总统也同样发出了行动 并且追回我们之前的信号 并且和米国做出彻底切割 在他们的外星人危机 没有彻底解决之际 我们之前谈下的合作协议 全部缺行 正在洽谈的合作协议 也全部终止 十 对龙国发出成为 最高级战略合作伙伴的生机 我们愿意与龙国一起守卫我们的南星 共同抵抗那些屈性不错的外星人 相对于之前 几乎没有外星人的得意志 这个时候的应急力众人却脸死了 路易斯脸上满是不解 克拉星族人都败在了他们的武器当中 那些龙国人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的武器 怎么会有如此高等级的文明城 不科学 这不科学 路易斯对着那个头发披赛的人 我们虽然还没有暴露 但是 和米国一样 之前我们也曾经依仗着强大的尖船力炮 对他们的昆仑基地发动攻击 虽然 那一次是索马特的国家与我们的战斗 但是 最终的背后支持者肯定是龙国无疑 这次 他们雷霆手段打败了并不弱于我们的克拉星族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出一定的武器 以防止他们再来找我们的麻烦 那人脸色阴沉 沉默了片刻 随后对着路易斯说 你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之前是和他们有些不愉快 但是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付出了我们的代价 没有理由穷追不舍 我们没有招惹他们 他们没有必要对我们动手 听到这话 路易斯冷笑一声 随后说 那是之前 他们处于劣势 但是 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 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我们 更何况 你如果仔细看过他们的资料 就会明白 自始至终 他们都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 和我们这样的外星人的合作 所以 必须谨慎应对 头发批散的组长分析 虽然克拉星人失败了 但是 想要彻底地征服他们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个克拉人已经将领了这么久 在米国建立了秘密基地 必然有他们的武力储备 不是那个小小的人类 可以随意屈辱的 所以 我们只需要好好地看着就好 另外 头发批散的组长停顿了片刻 路易斯和其他几个外星人赶紧追问 另外什么 劈头散发的组长对着众人说 另外 我们自己也要做好准备 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那个说话的人 是不是就是你们之前所说的 那个对龙国的科技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的陈阳 据我所知 他之前从来都不敢走出龙国一步 这一次竟然亲自参议 说明 他自认为没有东西可以对他造成威胁 如果在他们和克拉星人两败俱伤的时候 我们突然介入 战争的天平是不是会突然发生巨大的变化 若是能够活捉这个所谓龙国的科技 到时候 整个形势是不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易斯等人听到这话 一个个若有所思 好像思维上被打开了一个窗口一门 那我们现在就去准备 如果真的能够如你所说 我们一下子除掉了在兰星的两大敌人 这颗美丽而又富饶的心情 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基地 至少可以供养我们一千年的发尘 劈头散发的组长对着路易斯说 无论是否如我们预想的内衣 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总归不会出现错误 巫国 那些本来在幸灾乐乎 甚至幻想着能够报警外星人的大动 从而对龙国发难 让外星人给他们主持公道 然后 好好地要求一笔赔偿 甚至 把他们垂涎已久的东北三省都给判赔给的 可是现在 旁边 外事大臣对着东条游夫说 首相先生 我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给龙国的特使 发送一个情况说明喊 东条游夫忍不住冷笑着说 说明喊 说明什么 难道说我们之前脑子被鱼踢了 不该对他们那样说话 不该把我们三岛沉沦的事情 爱在他们的身上 不该找他们要赔偿 外事大臣没有说话 没过意思很明显 东条游夫呵斥 你以为 现在我们就算委屈求全 能够获得他们的原谅吗 更何况 现在的克拉星族在昆仑岛不顺 但是 他们的总部还在 还有翻盘的机会 越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我们不离不弃 也越是能够体现我们的诚意 外事大臣忍不住问 可是 可若是龙国怪罪下来 到时候我们该如何应对 东条游夫冷笑 怪罪 他们怪罪又如何 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更何况 得罪了克拉星的外星人 这次又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克拉星人去河狗强行共生 克拉星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们哪里还有机会找咱们的麻烦 外事大臣几乎带着哭腔说 可 可刚刚他们说 现在要去米国抓捕外星人索塔 东条游夫大笑 去米国抓捕索塔 哈哈哈哈 这种鬼话你也信 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 借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去米国抓捕克拉星的索塔 更何况 仅仅是一个飞碟 就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要是真的敢跑到米国闹事 索塔大人会好好地教他们做人 见到首相先生如此自信 而又调理清晰 有理有据地分析 外事部长愣了片刻 随后 忍不住点头 既然您这么说 那我就慢慢等 等到情况明朗了 再确认下一步的外交路线 天威战机上 陈阳等人坐在那个船舱里 此刻闭目仰神 而在他的脑海中 此刻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恭喜宿主 成功抓捕五个克拉星外星人 每个奖励三千点科技 总共奖励一万五千点科技 真的得这么多啊 陈阳看着这突然多出来的科技 忍不住两眼冒星星 那是自然 系统以诚信为本 保证同所无期 陈阳忍不住对这系统再次笑 你租赁给我的基因温控艰星炮 是不是可以卖点我 温控艰星炮 正是之前在平台上露出来 直接一炮干翻了克拉星的那种 扁原飞碟的超级武器 那东西 陈阳之前就喜欢 现在 见识到了他的威力指挥 更加不想用 只付不卖 如果宿主感兴趣 可以自行制造 过程并不复复 制造技术三万科技 陈阳猛逼了 基因温控艰星炮 只付不卖 制造技术三万科技 陈阳忍不住抗议 这是抢钱啊 宿主不要生气 我可以给宿主打个折 多少 三千对 如何 陈阳有些无语 这是打了个骨折吗 陈阳对着系体再次问 制造材料好弄吗 好弄 无论是你们的地心 还是最近的星球城 都储藏丰富 不会因为材料问题 导致你们无法完成 尖心炮的制作 陈阳接着询问 这东西最大威力是多少 如果是那些 比克拉星人 还要先进的文明 是否能够 对他们的飞碟造成伤害 如果你们能源足够 尖心炮完全可以 对他们的飞行器 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是 想要像这次一样 在对他们攻击的时候 同时精准的控制力道 保留上面的外星人 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 一旦达到二级以上 对能量很敏感 一旦发现能量波动 发生了大的变异 会即可做出调整 而这个时候 就无法让基因温控 主舰器筛选作用 所以 也就没有办法定点心 进行商务部杀人的高端操纵 陈阳冷笑着说 无所谓 不能定点心 却不能办 反正 只要把那些混蛋 全部送走就行 我们的地盘 怎么能够容得下那些混蛋 在这里耀武扬威 肆无忌惮 陈阳再次问 还有没有其他的武器 我们可以在对付那些 外星人的时候用得上的 所有的武器 已经全部提供过了 能够使用的也就有限的极主 就像你们到现在 已经发展了这么久 唯一的使用的比较多了 还是那种机械的枪支 陈阳点头 这话他赞同 不过 基因药剂在你的科技点 比较多的时候 倒是可以兑换一点 这种东西 有助于完成种族的快速进化 可以大幅度增加单兵的作战能力 需要多少科技点 再来十几头外星人吧 陈阳点点头 十几头 好 我给你抓来 只要有东西 只要他们还有希望 就没有问题 以他们现在的武力配置 十几头外星人 自己想要抓到还是很 这次过去敏夺 应该就可以弄几头过来 陈阳询问 品香鹤等级有要求吗 不能什么样的外星人 都是一样的价格吧 宿主说的对 确实需要分批次定价 我之前给你说的是 那种一般品香的外星人 而一旦能够达到某种层次 品香提高了 自然就更加值钱了 以后你们在提供定价指南的时候 给我在指南上面标注清楚价格 不然我有一种贱卖的被骗感 毕竟 想要抓这么多的外星人也不容易 请宿主放心 我们一向同所无欺 随着陈阳在昆仑平台上 对着镜头说 要对米国的索塔等外星人进行情景 所有人全都关注着米国的情况 他们想要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有胆子 前往米国去抓和米国合作的外星人 上一次赶将临在米国奔土 还是伊科特等四国联军 而且还是在夏威岛和太平等 可这次完全不一样 临米国奔土 而且还是降临在米国的守护 因为 现在索塔就在米国白房子的前面 如果真的如同之前 在昆仑平台的狂言来进行 那就是要在这里把索塔给抓住 并且进行惩罚 这 未免太狂妄气 索塔指着屏幕回应 我就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说出那样的话 相比于他的有恃无苦 此刻 底下的米国众子 神色更异 他们之前已经见识了龙国的威力 排上昆仑的武器表现出来的实力 足足可以把他们的这个白房子 还有白房子前面的一切全都给划成灰 谁都不会忘记 前不久刚刚变成一片废墟的英吉利多么 有米国的民众站在那里说 我觉得我们不该插货进去 这是克拉星人和龙国的矛盾 和我们米国有什么关系 对 我也不赞成直接参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克拉星人对我们米国也同样犯下了错误 我们不该对他们的错误买单 有人直接大声喊道 没错 滚出去 让他出去吧 广场上怨声载道 有一种要失控的前兆 而与此同时 之前一直站在白房子里 好久都没有存在感的胡佛 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此刻的他 出现在了镜头面前 在他的身后 还有拉西里的国亲 各位 我知道各位的想法 但是 请大家相信 纵然那些邪恶和粗暴 能够取得意识的胜利 但是 不会影响文明的进程 我们都是文明的代言人 以后 人类的文明都需要我们来传承 现在 只是稍微受了点挫折而已 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克拉星人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带着更高的文明成果前来 以后 他们的科技成果 都会汇集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热情的拥抱 并且帮助他们进行文明传播 从而提升其他国家的文明程度 至于刚刚在昆仑岛上展示出来的 关于共生的那一切 都不过是一个阴谋而已 那是对我们的抹黑 我们要及时地识别谣言 并且利用我们睿智的头脑 去辨别这一切 拉西里同样对着镜头说 各位 我们代表着未来 请不要自我怀疑 我们一定要坚信 胜利属于我们 随后 不但是胡佛和国亲拉西里 就连其他一些在米国社会中拥有很高声望的 也全都降了出来 表达出对克拉西人的支持 我们有能力 粉碎一切的进攻 拉西里等人握着拳头 对着镜头怒气十足地说 如果他们胆胆过来 我们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最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时候 因吉利突然发生 我们支持米国 同时会对米国提供必要的帮助 我们反对一切的残暴 某些国家 及时收手 否则 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不会对他们的暴行放任谱 更让米国振奋的是 说出这句话是现在的国王路易斯 和之前的那种国王只是象征符号不一样 现在的路易斯国王 可是拥有实权的人物 在整个英吉利 甚至是整个欧洲 都是一言九鼎的存在 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很多对米国不看好的人来说 无疑给了一针强心劲 本来还有些担心 甚至是没有信心的人 现在听到路易斯的话 似乎再次重新拾起了信心 场上的舆论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果然 只有文明人才会最理解文明人 英吉利是我们永远的朋友 说的不错 我们不能够对邪恶低头 我们才是正义的代表 不管他是什么 只要敢冲击米国 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来很多抵触的外星人 现在全都像是受到了蛊惑一般 全都站在了索塔一边 而那些之前取消了共生伙伴申请人 现在也再次恢复了申请 克拉辛人士高阶文明种族 带着更高的科技 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这一切 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 随着米国总统不服 还有米国的国卿拉西林 米国的其他一些名人的推荐 形势一下子逆转了 不管是正在国家广场上 严阵已带得的索塔等 带领的克拉辛人 还是在米国的边界处 以及大西洋中勉强能够汇聚而来的那些舰艇 现在全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胆敢过来 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那些人 一副不是你死 就是你死的表情 等待着龙国的特种战士的到了 天威战机上 范浪提议 陈教授 那些地方的防务等级 似乎再次提高了付试 你之前严格了 您看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讨论你 再决定到底从哪个攻击角度进行攻击 才能够用最小的攻击代价 取得最好的攻击效果 如果按照常规的攻防推演 进行推演 无论怎么做 现在肯定不是最佳的进攻时间 但是 有一点 他们不是常规的进攻 而是利用最为先进的那种 七级战士进行攻击 陈阳自信无比说 放心 没事 选择什么角度 对咱们来说 都一样 许世强忍不住问 陈教授 对方还有没有可能再有另外一艘飞碟 那艘飞碟虽然被艰辛炮给打破 但是 飞碟的威力 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阳语气肯定地说 不会 我对之前所有的电磁锅数据都进行了研究 甚至 利用天文望远镜的数据 也进行了比对 仅仅只有这一艘 不会再有第二艘 如果 我是说如果对方还有另外一艘 我们该如何行动 陈阳摇摇头 如果运气不好 对方除了这一艘之外 还有第二艘 那我们只能自认倒霉 直接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 仅仅这样就看可以了吗 我是说 我们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阻碍 我们都已经原路返回了 对方还想要怎样 难道非要我们冲过去 把他们给胖揍一顿 对方才会罢休吗 听到这话 许世强净一时无言 不知道该如何见谎 他们之前感觉自己够流氓了 没想到这文化人耍起流氓来 比他还可怕 龙博 孙部长等人正在指挥室的前面 看着一切 孙部长皱着眉头问 怎么样 陈教授那里还是联系不上吗 报告 还是没有任何回答 但是 看他们的信号 好像一切正常 不过 现在正在朝着米国前进 孙部长脸色难看 孙部长站在那里咆哮 给他们发信息 让他们返航 胡闹 简直是胡闹 楚天空是不是疯了 他不知道陈教授在上面吗 竟然带着陈教授直接朝的 米国前进 他是想要干什么 万一出了一点意外怎么办 万一有个危险怎么办 众人从他的语气中 明显听出了焦躁 不过 也都可以理解 因为就在这之前 他们听到了孙部长和上面的那位的通话 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陈教授的安全 不能让陈教授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本来 陈教授直接参与昆仑平台就已经破例了 如果再不过安危 直接前往米国 是 孙部长对着通讯员说 告诉许世强他们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陈教授给劝说回来 一旦 陈教授出现一点意外 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都不几分 天威战机上 楚天阔对着坐在那里的陈阳等人说 陈教授 司令让我返航了 说您在这上面 对您的安全十分不利 还说 范拉 蓝音 秦刚他们可以去米国送死 他管不着 但是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 观一蹭破一点皮 都是我们的罪不 旁边的范拉 蓝音和许世强 秦刚等人听到这 忍不住笑骂 告诉你 司令 这句话我们记下了 让他以后走夜路小心点 说完之后 忍不住对着陈阳再次说 陈教授 要不我们 陈阳微微一笑 放心吧 没事的 米国之所以敢这么大放厥词 就是他们已经算成了 我们不敢前往 可是 我就偏偏要前往 不但要前往 还要撕开他们的房子 把那个妖言惑众 捕过人心的所调 给直接变成狗盖子 您有多少把握 百分之一万 众人都不再说话 过了好一会 范拉等人脸上嬉笑的表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前所未有的民众 陈教授 如果一旦发生了什么 不可预测的危险 我们给您电话 您全力撤退 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用力 陈阳点点头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天威战机飞行至下 微岛上空的时候 几人全都从天威战机上 暴落在 战衣上面喷出微小的火焰 众人化成一道流光 在天空中快速飞行 陈教授 我们要不要低一摩 陈阳摇摇头 不用 他们的探测器 根本探查不到我们的踪迹 任何的探测雷达 都探测不到我们的存在 会不会通过光学眼睛探测器 探测到我们 陈阳冷笑 不会 他们要是有这个本事 在咱们的昆仑平台那里 就不会被咱们收拾的落花流水 陈阳接着解释 放心吧 我们的战衣材料 不但可以规避 所有的电磁波雷达波 连可见光也可以规避 虽然做不到全透明 但是 超过一定的距离 光线便被全部慢反射 不会到达反射者的眼睛中 众人这才放心 只要陈教授确认了的事情 他们就一百个放心 许世强等人看着底下的景色 这就是米国吗 哈哈 老子做梦都想不到 终有一天 会以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这里 胡佛 拉西里 你们这些米国佬准备好了吗 索塔 这个外星 准备好老子的降临了吗 米国 白坊子 广场前面 所有人没有离开 全都在广场上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六角大楼的监测系统的官员 不停地在对着胡佛等人汇报 道道 我们没有观测到任何飞行器靠近 道道 我们没有观测到任何的可见物靠近 道道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越界信号 听到这些汇报 众人的心慢慢放松下来 米国民众那种紧张的情绪也放松了 一个个又开始飘了起来 这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如果他们敢来 恐怕早就已经到了 现在都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的信号 看来 他们是没这个胆量了 赶过来 就是找死 我们米国不要面子的吗 不管索塔怎么样 在我们没有同意之前 任何国家不能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撒野 否则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看来 他们对这一点还算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众人全都在那里议论纷纷 可正在这时 报告 我们检测到一家天威战机 飞抵了夏威岛附近 众人立刻紧张了起来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不过 在夏威岛附近之后 又原地返回 并未有任何停留 又是一个报告报送了过来 当众人听到那天威战机靠近之后 直接离开 一个个紧张的情绪一扫而光 忍不住吃笑 有CNN著名评论员 在现场直接发布现场评论 还算他们有自知之谜 否则 就是自取死路 这话发出之后 所有人都直接鼓掌 拍手叫好 米国贾维斯同样对着话筒说 他们擅自靠近我们的夏威岛 就是对我们的挑衅和挺战 我们会向他们提出抗论 如果时机合适 我们会做出对等反制措施 哈哈 就该如此 这才是我们的米国 这才是我们伟大的米国 让那些胆胆跑到我们这里 养五要无欲的家伙 输出代价 本来士气低落的民众 看到这一幕之后 全都情绪高涨 很显然 这些事情明白的显示出 他们的国家依然很强大 悬浮在那里的索塔 听到了手下的汇报 表情变换了一下 头上的肉秃不停的颤抖 显出他的内心的狂乱 不过 当确认天威返回之后 内心大定 表情愤怒的强硬表示 算他们好运 否则 我会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高等文明 啪啪啪 他的话说完 底下立刻响起了一片鼓掌的声音 这才是高等文明 文明该有的样 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是吗 我们倒是想要看看 你所谓的高等文明 是个什么狗东西 会不会和我家的都更加匹配 现场本来狂欢的场面 睡间安静 如同被人突然摁下了暂停键一般 接着众人就看到 在他们的不远处 又知道什么事 竟然出现了数十道身影 那些身影朦朦胧胧 就如同身体周围 有一层朦胧的光运 那一层光运 把他们和周围的环境完美 等到那些身影逐渐靠近之后 众人才满是惊恐的看清那些身影 那那那 是是是 有人指着空中悬浮的宛如天神一般的人 舌头开始打劫 说话都不利索 那是 龙国超能战士 有人再次确认 这些竟然真是龙国的超能战士 刚刚在太平洋说 他们要亲自过来的那些龙国的战士 众人看着陈阳等人的身影 眼神中满是震惊 哪怕亲眼见到 也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过来的 他们怎么过来的 不是说他们已经死亡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会出现在这里 不是说他们不敢过来吗 这些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昂起头 看着天上悬浮在那里 如同一道道天神一般的超能战士 表情中满是惊恐 实在是他们的战绩太紧 威力太狂暴 让他们没办法淡定 而最为震惊的是那个刚刚还做说 龙国超能战士运气好的所谈 现在的他 两眼眼睁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的样子 看着出现的数十人 头上的那些肉秃都快选转成了小风车的样子 这一刻 他说话都结巴了 你们竟然 竟然 真的敢来 米国 白房子面前的国家广场 这里与米国而言是神圣之地 无论总统就职典礼 又或者是重大的国教 必然是在这里举行 国家广场前面的灵情风碑 不知道见证了多少米国的大事件 而今天 他将再次在这里见证历史 天空中数十人如同天神一般突然出现 身上穿着黑色的战甲 战甲上有光滑流准 看起来很具神秘 而如此显眼的装扮 却像是从时空之门中走出来的 在他们还没有靠近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 包括周边那密密麻麻的监控设备 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陈阳居高临下地出现在索塔的面前 看起来你很具体 现在的表情 和你刚刚说话的武器 似乎并不相比 他高大的身体 修长的身影 还有那浑身光伐缭绕的站在 显得他异常神武 而反观索塔 之前高高在上 此刻 站在陈阳的面前 还没有陈阳的品牌 光秃秃的头上 一个个晃动的肉流 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怪物 而那短小的四肢 衬托得他更加猪如画 此刻 他不像是站在陈阳的身边 而像是站在陈阳的脚下 我的上帝 为什么之前看起来神秘 而又强大的外星人所谈 现在看起来这么的猥琐可憎 为什么现在 我反而觉得这几个来自东方的战士 更像是正义的化身 我承认 我有些狭隘 可我真的认为颜值极正义 陈阳等人的出现 超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经过最初的震惊之后 接下来便是浮躁的喧嚣 不过 没有表现出那种痛恨恶魔般的仇恨情绪 有些甚至还对他们点是欢迎 陈阳身后 本来随时准备好应对不思议 看到民众的反应 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便无奈笑骂 看 长得帅 就是可以围死 其他人见到这个情况 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怎么不说话 傻了吗 陈阳抬脚 罩着脚下的索塔踢铃子 本来呆之中的索罗 骤然遭了一脚 脸上的痛苦 头上的肉骨都哭了 耻辱 简直就是巨大的耻辱 索塔抬起 怒目而视 卑贱的索罗 你敢如此对我 你的电脚炮 说谁虫子呢 陈阳说着 伸出手一把薅住了索塔 什么肉骨 把它给滴了起 索塔不断瞪着自己的小端 脸色憋得更苦 脸头上的肉骨都带着血红色 索塔怒服 放开我 卑贱的索罗 放开我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陈阳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的电脚炮 个头不大 气不小 我看你是如何让我付出代价 索塔屈辱质子 无端瞪着双头 想要挣脱陈阳的魔掌 西根本无用 这个时候的索塔 像极了马戏台上的小端 这一刻 全世界都看到 这个曾经高高在上 号称高等科技 代表着更高文明的家 被陈阳林孙子一样 拎过来丢过去 乌兜 底下众人忍不住厌恶 实在是眼前的遗弃 有些颠覆认知 对三观冲击太大了 卡兰西总统对着手下戴紫 赶快和龙国特使联系 我们申请两国关系升级 希望成为龙国的 全天候战略伙伴 对外星人问题上 保持一致 总统先生 我们已经发出了申请了 再等待回复 总统对着特使大骂 废物 都什么时候啊 还在等待回复 你没有腿吗 不会自己过去等着吗 成立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 全力以赴和龙国搞好关系 如果做不到 马上给我卷铺盖 从楼顶跳下去 是 我马上前往龙国 尽快拿到他们的确切活动 总统反问 如果他们不见你 总统对着特使大声告急 那你就在他们办公室门口等着 等到他们为止 别给我说什么狗屁的大国尊严 别给我说什么平等对话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没有给人家 平等对话的权利 懂吗 扔掉那些与否而又可笑的观念 现在我们要求 必须为了生存 丢点一点点可怜的准备 那吗 而同样的一幕 发生在了德意志 德意志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次 他甚至准备亲自过去 其他的那些摇摆都并不过 在看到龙国的那个宛如天神一般的战士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抛着外星人的头发声抽他耳光的时候 心里面已经做出了选择 不 准确地说 他们没有选择 巫国 东条游夫站在那里 他的脸色难看极了 甚至 双眼如同死于眼一般 盯着灵情的画面 当陈阳用发掌 抽在索塔的底上的时候 他的心也跟着操动 旁边的外侍大臣整个人神色慌乱 首相先生 我们该怎么办 克拉星人就不了我 而我们却因为不怕了形势 把龙国给彻底得罪了 我们不但要求他们赔偿 还 还要求他们把弓给三省赔六门 我们 他想要东条游夫的一个命 甚至一个方案也行 可是 东条游夫傻了一把 动都不动一行 外侍大臣只能老老实实地等 站立在买坊子面前的权力 我会想到 自己的一个动力 竟然惹来这么多的连锁反应 要是他知道的 肯定会抽打的更多意义 罗塔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对着陈阳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 放开我 有什么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 毕竟 我们都是文明的种族 陈阳忍不住冷哼一声 文明的种族 好好谈一谈 怎么 你这个垫脚炮现在也开始给我讲体面了 反手又是一巴掌 你这么对我们的昆仑基地偷袭的时候 可曾讲过一点点的体面 你们自认为占尽优势的事情 可曾给我们讲过一点点的体面 可曾要给我们好好谈一谈 啪啪啪 陈阳一边说 一边对着锁塔山巴掌 全球震惊 所有人傻傻地看着这一切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第一次见到外星人 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之前 有人给我说 龙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地历几千年而不到 还给我说他们之前是世界霸主 我不信 因为 我所了解的米利坚 也才立国二百年 称霸一百年 而老牌帝国英吉利 也不过才二百年而已 我不相信一个从今挨打 会有这么辉煌的历史 但是 现在我信 上帝 同贵在外星人这件事情上 可以看出 谁 才是真正的贵女 谁才具有真正的王者气体 不贵了 这就是龙国人吗 这就是神秘的东方力量吗 所有人都被 陈阳拟几的干净利落的 花子彻底折服 神秘的东方力 古老的贵族气质 军领天下的王者气体 所有人张着嘴 傻子一般看着这一切 那个之前嚣张的锁塔 被扇了这么多耳朵 终于爆发了 锁塔在那里大 如同一只发狂的牢 够了 我们这些卑职的牢 为我克拉星族大不尽 就输出代价 锁塔面目争灵 头上的肉流 发出血红的光滑 还愣着干什么 冲出来 撕碎他 而随着他的一声音响 地面上那些震惊的人群 突然走出来 一个个看起来神色不离 在众人没有反过来 那些人迎往燃烟 从地面上跳起 逃着空中越曲 而在他们越前 身后开始 吞出一道道的 在他们的身 也浮现出一具 如同钢铁战衣一样的机甲 虽然那些战衣明显 不如龙国的这些战士的战友 还是很高级 但是 依然很显 很显眼 抛过蓝星上的很多科技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有勇气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 克拉星族 是你需要仰望的存在 不容我 河阳又是一巴掌 打了出去 狠狠地扇在了锁塔的脸上 众人猛逼了 都已经被包围了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 他们竟然还敢猖狂 竟然还敢动手 锁塔抱了 头上的那些肉秃 此刻憋得痛 脸神中带着粪子 你是在找死 接着 陈阳就看到 锁塔脑袋上的肉秃 再次晃动 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轰动 仿佛带着某种律动 就好像定时的发射器 其他的那些飞升器 头发似乎也并跟直立起 像是中电了一般 不过和中电不同的是 他们的头发在不停 轰动的频率 和锁塔头上的肉秃频率一致 像是达到了某种共振 而随着这些发射器的力 陈阳等人感觉大脑一阵眩晕 像是中了毒一盘 锁塔看着脸色慢慢变得冷 终于露出了一丝冷笑 怎么样 思维如何 愚蠢的情况 我们的大脑进化 陷在极大的缺陷 连最基本的电磁波 都无法施补 更无法平定 对身体有害的电磁绕作 所以 给你们安排了一些特殊的节目 现在看来 这个节目效果不错 陈阳再次吃笑一声 数千年前 龙国的先人就告诉我们 要善假万物 我们没有赤膀 但是可以借助飞机飞上天 我们没有余镖 但是可以借助大船去渡江 这些道理我们懂 更懂得怎么用 随后 随脚一笑 身上的战甲 这时变换了一个颜色 由原来的黑色变成了白色 如同在原来的战甲之上 再次穿上了一层衣服 随着这白色的衣物覆盖全身 众人感觉脑袋上的那种 眩晕感消失了 泛浪忍不住对着陈阳 竖起了大拇指 哈哈哈哈 陈教授 你真是神啊 竟然提前做好了预设 把这宇航服 镶嵌在了超能战甲上 不但可以保证 我们能够应对物理攻击 还能够应对电磁波 粒子流这种魔法攻击 真的是太厉害了 许世强跟着说 你这不是废话吗 就科研这一刻 陈教授敢说第一 哪个敢说第二 想要对付这帮外太空的孙子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吗 陈阳笑着说 没这么夸张 还有很多做不过 不过 想要对付这帮小死的孙子 那还是很容易的 说完 还不忘又豪了豪面前的索塔 索塔本来自信万夫 可是 看到陈阳在自己的魔法攻击中 一点反思都没有 也傻掉了 你们的宇航服我看 哪怕是最先进的宇航 也无法做到如此轻易 就算是我们 面对太空超高能量的电磁波和粒子 也只能乖乖懂 更没有能力设计出这样轻便的宇航服 你们怎么可能拥有 假的 一定是假的 索塔看着陈阳身上的宇航 有些难以接受 自己这样的高等文明都没有 他们这些虫子我可能 陈阳怒道 若小从来不是生成的仗义 傲慢才是 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假 以为代表高等文明 高高在上 其实啥也不是 说完 抬起手臂 张开手指 一个圆形的蓝色的能量环出现 能量环逐渐变得适 亮度更是逐渐增大 所以 几乎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态度 一道成本的尸丁响起 随后 一道蓝色的光柱 从陈阳的手心处发出 仿佛怪穿了天字 把空间都打出一个蓝色的动物 陈阳手臂一动 那个蓝色的柱子 在宫中扫过一个巨大的扇形 哦 那些身体扇形区域当中 被扫中了 如同豆腐 被窃中的地方换成虚物 而那位被击中的残区部分 也在逐渐消失 短短一秒钟之后 便被虚无吞噬殆尽 仿佛这个世界不曾出现过一次 索塔看着陈阳的手心炮 如同见鬼一般大叫 粒子探缩炮 你们竟然有粒子探缩炮 索塔看着陈阳手中的大杀气 彻底愣住了 随后 直接小短腿一微 双手高举 做出一个下跪的姿势 头侠 我们头侠 收手 快收手吧 索塔跪倒在陈阳的脚下 脸上满是悲戏 有一种被骗了之后的那种生无可憐 索塔眼睛中有水花在身上 他竟然哭了 你们都制造出了粒子探缩炮 为什么还要装虫子 为什么 不但是 连他身后的那些刚刚性脸云难的人 现在也有垂头丧气的样子 完全一股打了败仗的残不败仗的 陈阳单手握拳 收了神通一把 但手上的能量还自动熄灭 然那紫色的光柱也同样消失不见 怎么 有了粒子探缩炮 你们都不敢猖狂啊 索塔搭了这 是外星人 不是下班 能够制造粒子探缩炮的文明 已经达到了二级文明的水平 而我们自己也才一点五级左右 粒子探缩炮这样的文明群体 对我们是一种碾压 我们脑子被陨石撞了 才会去攻击这样的文明群体 陈阳一论 想不到自己之前 心血来潮从系统那里 租赁过来的大杀戏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威慑作用 陈阳忍不住心中一息 不枉自己的两万科技点 不过 表面上却没有认负表现 现在 知道谁才是虫子了吧 索塔点头了 知道 我们是虫子 除龙国之外的蓝星所有族群 都是虫子 恕我直言 这样的虫子 不配合你们这样的高等文明 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中 这是对文明的侮辱 如果您允许 我们愿意替您清理垃圾 消灭虫子 还您一个最干净的心血 陈阳一巴掌扇出去 狠狠地打在了索塔的脸上 索塔整个人飞了出去 此刻的他 辛苦不安 捂着脸 看着陈阳 满脸的父亲 陈阳瞪着索塔 霸气的说 不要自作聪明 记住 在这颗星球上 你们外星人是连猪狗 虫子的不如的东西 更没有办法和人类相比 明白吗 索塔惊恐万分 我这脸去也敢动不得眼 明白 粒子坍缩炮 是压垮他们的 最后一刻到此 此刻的他们 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陈阳冷冰冰地说 被俘虏了 立刻召集你们的同类 陈阳 给我走 索塔公顺地回答 是 接着 头上的那个肉图 再次摇晃起 陈阳通过战衣上的雷达 已经感受到了 有规律的雷达波的平在 不一会 就看到那些刚刚飞起的 那些被克拉辛共生的 米国人 虚体掉落在地面上 一个个拧着炸脑 四句转醒 头上长着肉图的外星人 悬浮在宫中 看着陈阳的眼神复杂万分 有些恐惧 有些愁合 还有些满满 陈阳对着索塔说道 看来 你们的族人中 有些不服气 索塔赶紧解释 他们都是一些年轻的克拉辛人 还没有认清当前的形式 您放心 我一定会和他们做好勾动 不会给您造成麻烦 随后 索塔走了过去 陈阳只看到索塔的肉图 不停地摇晃 那些年轻的克拉辛人 先是愤怒 最后 情绪逐渐平静 不是愤怒消失 而是把愤怒隐藏了起 如同一只老鼻 把自己的爪子隐藏了起 误一会儿 索塔再次走过来 我们所有克拉辛人 全部投降 作为贵方的俘虏 任由贵方的处置 陈阳命令的 等会钻到笼子里 那些年轻的克拉辛人 楼上的肉图再次剧烈的话 不过在索塔的安保下 再次平静 陈阳又说 对了 笼子太小 一下装不了这么 不过 我们分开装 那些不服气的克拉辛人 单独一个笼子 索塔挣了一下 随后 还是同意 是 之前高 自以为是的克拉辛首领索塔 号称代表高等文明 要在蓝星寻找共生伙伴 并得蓝星传播文明的克拉辛人 低头了 向着这颗蓝星上 最古老的民族低头了 这一幕被全球都看了 并记录了下来 这必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开启 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在对人类的历史情况 做着推移 从今天开始 米国霸主地位 彻底成为过去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 领导蓝星走向更好的明天 而这个责任 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农国的身上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领导着人类走向 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如果都像米国那样 自愿地选择共生 是不是会成为克拉辛人的宿主 成为克拉辛人的养量 成为克拉辛人的奴隶 虽然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 选择了米国共生式道路 会使人类紧向灭 但是 结局一定不会好 而反观龙国 他们俘虑了克拉辛人 并给他们划定了帝国 他们是一群连猪狗 连虫子都不如的虫子 胆敢对蓝星的一切造成破坏 必将遭受灭予之灾 这就是大国担当吗 这就是王九风范吗 我承认 我之前做错了 我们不该那样 是一个存在了蓝星五千年的贵地 更何况 很多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东西 最早是由他们发明的 我也忏悟 为我之前对龙国的一切偏见 事实证明 米国就不了南星 而龙国可以 之前 我浅磨了 很多米国的民众 看着天空中的那些共生人的最后下场 吓得浑身激烈 如果不是龙国人 那共生人的今天 就是他们的明天 龙国 也解救了他们 而欧洲诸国 也全都和米国一样 彻底地改变了他们 乌国 当东朝游夫看到他曾经重败的克拉辛人佛 毫不犹豫地跪败在那个龙国战士的景象的时候 他的信仰就崩脱了 外事大臣对着东朝游夫称呼 克拉辛人也败了 我们的希望没了 首相先生 我们应该去龙国献罪 或许 那样我们还有一些生机子 听到道歉二字 东朝游夫的表情瞬间变得真理 我是大欧帝国的首相 怎么可能向他们道歉 我东朝家族是要征服他们 太平洋一战 米国的克拉辛人投降 所有的克拉辛人都成了俘虏 连那个头目索塔都跪倒在地上求饶 而更让世界都为之震惊的是 龙国人不但俘虏了克拉辛人 而且 给克拉辛人划定了地位 连蓝辛的虫子都不如 这个结果一准 那些之前想要妄动的国家和势力 全都老舍下来 不说其他的武器 仅仅是这十个超能战士身上的超能战子 也足以称霸整个蓝辛 之前的那一击手心炮 用的是什么武器 怎么感觉这么狂 也就是这些武器 才能震慎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形 所有人都在对着米国国家广场上的事情发表 之前听说总统想要改变和龙国的关系 总统最好眼睛放亮一眼 不然 惹恼了对方 就把总统撕了给人赔罪了 没错 现在告诉我去打米国我都不反对 可谁要说去和龙国过不去 那家伙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 经过这次的事情 整个世界对龙国的印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之前还不愿意承认 但是 经过这次事件 已经不得不承认龙国的第一地位 龙国 孙部长看到最后的结局之后 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孙部长对着电话中说 冯秘书 米国白房子前发生的事情 你们也都看到了吧 让领导回去休息 打开的蘑菇蛋也可以重新放进去 各大区的司令员也可以暂时休息 冯章在电话中兴奋地说 哈哈哈哈 看到了 解气 太解气了 老孙 我告诉你 你是没见到那些人的样子 一个个头发花白 胡子一大把 加在一起几百岁了 竟然撸起袖子 想要乘坐战机前往米国的国家广场 嚷嚷地说什么 老子纵横几十年 还没有体验过抽外星人耳光是个什么滋味 老子要过去体验一步 要不是大领导囊者 不用着急 陈教授已经把那些全都给俘虏了过来 以后 想怎么抽就怎么抽 冯秘书点点头 还有你说 我已经告诉他们 而且 他们也都在我这里做了预约了 尤其是那个所掌 几个老头也想要学着陈教授 给他来一讲 话风一准 冯秘书再次问 陈教授他们怎么回来 孙部长解释 楚队长去接 现在已经在那里待命了 估计很快就能够到达 冯秘书忍不住再次问 去米国接 他们愿意吗 孙部长霸气地说 他们是否愿意 重要吗 我们又不需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听到这话 冯秘书一愣 随后就哈哈大笑 这话我喜欢 想不到啊 想不到 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终究是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孙部长笑 老冯 说啥呢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现在外星人这么猖獗 而陈教授作为人类底尖的科学家 不更应该严厉保护吗 保护好陈教授 就是他们米国在做共享 我这是在给他们机会 听到孙部长的话 冯秘书忍不住折职 老孙啊老孙 你让我见识了什么叫文化流氓 米国 在所有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中的时候 天空中一架天威战机的出现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等到他们看到战机上的龙旗的时候 才如梦出现 龙国的天威战机总出现在了这里 不但出现在这里 还是满在武器的状况下 我们的战机呢 我们的侦察系统呢 怎么没有一点碎 整个广场上的人都愣住 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算是联合的军事交流 也只是在特定区 怎么可能在国家广场这种敏感的地方 白房子之中 贾维斯看到突然出现的天威战机 还有天威战机上 基载的超能激光炮的高科技武器 忍不住头皮发麻 此刻那些基载的高科技武器 正在对着他们的白房子方向 以之前掌握的那种超能激光炮的功率 和杀伤力来谈 一旦释放 别说他们这些人 整个白房子都被化为一团灰烬 贾维斯拿起电话 对着六角楼大声怒呼 谁放他们进来呢 我们的人呢 我们的雷达预警系统 并未检测到任何的异常 没有观察到他们的战机 贾维斯对着六角楼抱呢 什么 没有监测到 你们是带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头出现在这里 你们就没有发现吗 你们是瞎子还是笼子 但是 六角大楼的人员一脸的无辜 带着哭枪对着贾维斯回忆 部长先生 您之前就知道了 我们的雷达系统 无法探测天威二代战机 更何况 更何况您之前被克拉星人共生 料定其他国家的战机 不敢侵犯我们的领空 所以 对领空的侦测和防御放松了不少 这才导致了 龙国的天威战机 突然出现在了国家广场 贾维斯怒问 现在你们发现了 为什么不制止 为什么不直接想办法连接 我们做了推演 装作看不到 看到了不做出 才最有利于我们 否则 我们的整个米国全境 都在天威战机的打击范围里 他们的超能激光炮 他们的能量炮 他们的震荡波武器 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是我们无法躲避抵抗的存在 所以 贾维斯对着话筒讨笑 所以你们就装死 所以 你们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六角大楼里面的一个官员 对着贾维斯说 那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 我们现在派遣战机全程跟进 把他们去立民 不过 那样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 是不是会触怒他们 贾维斯愤怒的时候 想死你去 别带着我们 随后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六角大楼刚刚接通电话的人愣住 啥意思啊 这是 到底要不要拦截 要不要采取行动 接着 还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去 本来无人接听 过了好大一遍 电话才通 六角大楼的一个官员 对着电话问 部长先生 您刚刚还没有下达作战故事 我们接下来到底该死 抱歉 部长先生没有办法下达命令 刚刚他又晕了过去 没有办法指挥了 六角大楼的那个官员愣死 不过 他不死心 随后 再次问 麻烦让总统平活接电话 这边的秘书说 总统先生昏迷得更加严重 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过 没有办法接电话 六角楼的那人再次问 佛卿拉西里先生 让他接电话 天威战机已经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我们是否要采取行动 抱歉 我没有办法回答 他们现在都还没有恢复过 还处于昏迷阶段 六角楼的那人气得狠狠地 砸了电话听筒 发 发 而在电话这头 贾维斯 胡佛 还有国卿拉西里等人 全都坐在那里 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两眼无神 贾维斯有气无力地说 这次 我们丢人丢大了 刚刚 六角楼的那个电话打过来 他们全都在听着 可是 听着又能怎么样 他们能做什么 立刻调集所有的防卫力量 全力拦截他们的天威战机 且不说 能不能集中起来 就算真的能够聚集 又真的能够拦截吗 国卿拉西里忍不住 对着胡佛担忧地说 那可是连英吉利的外星 美国的克拉西人 都不放在眼里的存在 他们会不会做出 更加出格的举动来 胡佛苦笑一声说 都已经开着全副武装的天威战机 落在我们的国家广场上 又那桩激光武器的镜头对准的我 还有比这更加出格的事情吗 我们连这个都能忍受 都能当缩头乌龟 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 还有什么是无法接受的 随后 再次看了看外面 此刻 在中心的圆形范围内 之前那些趾高气昂的克拉星人 现在 全都低着脑袋 进入了天威战机带过来的笼子中 众人心中一时之间 情绪复杂 过了好久 贾维斯才语气苦涩地说 这算不算龙国间接地救了我们 这话一出 站在那里的胡佛 表情瞬间阴冷了下来 贾维斯 请你想好之后再说 否则 就请闭嘴 旁边 拉西里叹息一声说 你以为他们真的有这么好心 不过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一方面打击那些外星人 另一方面 趁机把咱们的尊严踩在地上 向全世界宣布 以后我们再也无力和他们相抗好 至于你说的解救 他们不过是怕惹了众 否则 他们不介意把咱们一炮送走 所以 你没有必要感谢他们 贾维斯脸色难看 我们现在怎么办 拉西里对着贾维斯说 我们现在身体受损 还在持续的昏迷中 你刚刚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而且 龙国的天威战机之所以能够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是钻了空子 正好我们昏迷期间 群龙无首 否则 他们断然没有这个机会 这难道不是很好的新闻通道了 为什么还要去破坏呢 贾维斯的表情抽动了一下 默然接受 只是 办公室里的紫 看到那些龙国的天威战机 在米国的最核心最尊严的区域 抓捕了一大批外星人 这个情况 对米国来说 无论你看 都是往回不来的吧 泛浪走过来 贼兮兮的对着陈阳低声说 陈教授 要不要干挑大的 楼草打扑子 把米国的什么狗屁总统 国亲还有一些高官一并无所 陈阳瞅了他一眼 发现不但是他 就连他身后的许世强等人也都看着自己 陈阳一笑 然后摇了摇头 最负值钱的就是这些狗屁的总统 狗国旗 咱们前脚鲁总 还没有飞出米国国境线 人家又已经选出新的 更何况 把那几个老东西弄走干什么 一文不值 而且 还会落得个不好的骂 不夸算 怒光放长远印 咱以后是星空霸主 要走王道 不能玩这些保票闷棍的够能 至少都能光明正大 听到这种 泛浪忍不住点头认可 他身后的许世强 秦刚等人也都点头附和 许世强同样说 不错 咱们以后是蓝星第一 星空霸主 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见众人同意 陈阳再次说 许将军 这米国总统胡佛 还有国清拉西里 战争部部长是不是勾结外星人 从事而反人类活动 另外 再审讯一下索塔 如果证据确凿 按照联盟公约 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定个反人类罪 到时候 你们再过来把他们逮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反人类罪是处以侥幸 到时候你们商量一下 是不是适合他们 陈阳说完 露出洁白的牙齿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是 这话在许世强 泛浪等人听来 却有些 几倍发凉 本以为陈教授大赌 放过了这几个人 没想到 反手完了这一出 这就是光明正大的羊毛 这就是王道 不但要收拾你 还要站在法里 站在道德 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给你定罪 既要收拾他 还要把他定死在耻辱柱上 马的 之前我感觉孙部长已经够阴了 没想到陈教授也这么阴 许世强忍不住甩锅 这都是被老孙那个家伙带坏了 陈教授跟着咱们 多直爽的人 现在也开始学会这些花花了 秦刚忍不住点头称赠 不过 还别说 这办法还真无懈可击 回去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不一会儿 所有的克拉星人都已经进入了笼子中 因为数量太多 分成了两个笼子 其中所塔所在的笼子里 那些外星人低眉顺语 好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而另外一个笼子中 那些克拉星人 表情英质 眼神凶狠 如同随时抱起的猛兽一般 陈教授 我们要不要给这些外星人一点眼测看看 我看二号笼子里的那些克拉星人 好像不怎么老实 所有的克拉星人都被装进了一个特质的笼子中 笼子经过特殊的处理 对电磁信号有很好的屏蔽作用 可以保证笼子里面的克拉星人 不能够通过他们的肉图对外传递电磁性体 陈阳慢慢走过去 最先靠近的是一号笼子 笼子中关着十二只外星人 索塔虽然败了 倒是依然被围绕在中间位置 此刻闭幕坐在那里 等待着命运的降临 看到陈阳过来 慢慢睁开了眼睛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头上的肉图再次摆动了几下 对着陈阳说 陈教授 请预许我这样称呼 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类 整个人类都因为你而受益 我对你很是钦佩 听到这后 陈阳笑 我以为你只会喊虫子 原来 你也会说好话 会说就多说两句 索塔解释 陈教授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在降临之前 通过各项数据 分析过蓝星的科技现状 得出的结论 蓝星的科技等级不足1.5 对我们而言 没有任何的威胁 而蓝星上的资源 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尤其是蓝星本身的磁场 已经蓝星上生活的各种 带着磁场的生物 对我们而言 更是带着致命的用 我们的家园被摧毁之后 一直在星际中逃亡 我们如同蓝星上的老鼠 一般四水头 那些拥有我们需要的 磁场星球或者种 大多都是二级以上的文明 我们就算过去 也不过是被奴役而已 所以 一直逃窜 我们没有奢望能够找到蓝星 这样拥有磁场生物的心情 只需要有基本的稳定磁场 可以功能的生存就行 可是 没想到蓝星的好 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艾迪把资料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整个舰队激动了三天 我头上的肉秃都因为太激动 颤抖得太厉害而疲软了 索塔的表情中带着惊喜 似乎还沉浸在过去的惊喜中 但是 随后 变得落寞 可惜 我们错了 艾迪获得的数字 只是米国的数据 他对龙国 对您缺乏了解 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军 陈阳笑着反问 如果 龙国和米国一样 在反抗你们的过程中失败 我们会是什么下场 索塔说 奴隶 成为我们的生物磁场供应所 但我保证 我们不会让人类灭亡 因为我们还没有碰到 比你们更适合的共生生物 陈阳冷笑 那现在你们失败了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下场 对我们来说 你们不但有心 而且乐 索塔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不过 随后还是对着陈阳说 陈教授 如果这个星球上还有谁 具有宇宙适应 我想一定是你 在茫茫宇宙中 无论是克拉星人 还是蓝星人 在高等文明面积 都不过是虫子而已 弱小的生物 唯有抱团群 生存的几率才会更大 所以 我请求您能够给我们生路 您一定不会厚我 整个人类也会感谢您 听到索塔坎坎而谈 陈阳忍不住笑了 看来你们不是不会好好说话 只是欠收拾 放心 我不会把你们赶尽杀绝的 智慧生命本就不多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新物种 我们不会这么快地灭绝它 至少 在充分利用它的价值之前 不会这么做 随后 陈阳把目光转向了二号笼子 那个笼子中的克拉星更多一些 足足有16个之多 和一号笼子中 索塔的求和不同 二号笼子的家伙 眼神阴质 表情中带着仇怨 索塔似乎感受到了陈阳的情绪 赶紧对着陈阳解释 陈教授 这些不过是年轻的克拉星人 连电磁收发器都没有成熟 他们不会对蓝星 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危险 陈阳笑了笑 并未接话 一切准备好之后 天威战机在楚天阔的架势下 在全世界所有的目光下 缓缓起飞 而那战机上载着的 关着克拉星人的笼子 也都朝着龙国而去 有欧洲的生物学家忍不住艳线的时候 一下子抓获了这么多的外星人标本 真是让人羡慕了 另外一个生物学家同样说 咱们国内也有外星人 你要是有本事抓 也可以像这样把他们抓起来 没本事 不是所有人都像龙国那样 拥有超能战甲 除了艳线龙国获得了外星人活体样子之外 更多的还是艳线龙国的实力 这是第一个公开记录的拥有抓捕外星人 并且向成功的世界 对人类而言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艳线 窩国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 整个窩国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恐惧中 内政大臣耻尾难满是担忧的说 龙国越强大 对我们的威胁越大 这次我们公开喊话 让他们陪赴三岛的赔偿损失 不知道他们从出手之后 会怎么告诉他们 东条游夫眼睛一瞪 忍不住怒道 抱 东条游夫再次怒骂 他们已经毁了我们的三岛 还敢对我们怎么样 这个蓝星不是他们龙国的 不是他们一家独蛋 我已经让人发出了信号 整个窩国愿意放开全岛与外星人共情 只要能够帮助窩国提高科技 窩国愿意与其共享一切资源 包括我们的女人 听到这种 蚀伟男脸色大脸 首相先生 您这样做 会让人抓到我们的把柄 东条游夫撞弱疯癫地说 蚀伟君 你胆得太小了 还记得明智维行吗 当初 我们正是全盘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 才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现在 我们再次来到了转折点 只要我们能够借助外太空科技 就可以扭转的为是 一举突破 成为宇宙强国 到时候 我大和民族 是宇宙中第一等民族 大窝帝国是宇宙第一强国 而隔壁的龙国 必将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下 到时候 我要他们把整个龙国的土地 全部献出来 外事大臣对着东条游夫说 首相先生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扩大宣传 并派出专门的特使 负责和那些可能的外星文明接触 争取能够更快地获得外星文明的科技成 东条游夫自信地说 既然他们死要面子 不肯出手 那我们就抓住时机 在他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就都已经完了 我们争取在一周之内 找到那些可以合作的外星人 在一个月之内 按照外星人的要求 建立起需要的设备 半年之内在科技上 碾压他们 不得不说 东条游夫的语气很有感染 这么傻逼而诱中二的言论 那些人竟然全都相信 正在他们沉浸在对未来科技的幻想上 突然 军部的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中传来军部将军的话 首相大人 不好了 我们的领空中 好像有不明飞行物靠近 好像是外星人 东条游夫激动地说 什么 外星人 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我们就是要外星人 随后对着电话吩咐 不要做任何的抵抗 放他们进来 并且 尽量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表达我们的善意 电话中的那个将军解释 首相先生 这个外星人有些不一样 他们 他们是科达星人 他们不是投奔来 他们逃避来的 东条游夫再次问 科达星人 投奔 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首相先生 就在刚刚 您发表了谈话不久 我们发现了天空中出现了一架天威战机 是两架 起初我们没有在意 可是 随后 我们就看到 其中一架天威战机之中 突然飞出一个笼子 而那笼子中散落出来的一些生物 那些生物随后就爬上了战机 接着 我们发现那战机 好像疯狂地摇晃了几下 像是一个天空中的最汗一本 再到最后 那战机就平稳了 可是 却不再前往龙国方向 似乎是被劫持了 不久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架战机出现 现在 两架战机似乎对我们都盘旋在咱们的头顶上 不过 我们刚刚破译地拨断信号 还有两架战机的飞行状态来的 似乎是敌对状态 听到将军的汇报 东条游夫瞬间来了信号 什么 处于敌对状态 两架天威战机相互敌视 他们要干什么 难道想要在空中开战吗 不知道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 不过 我看他们好像好像不是善假 飞行姿态特别凶猛 东条游夫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 管他呢 又不是对的 打起来才好呢 我还没有见到过天威战机打架 东条游夫又命令 你们马上让情报部门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奇葩场景可不多见 不但是东条游夫 其他的国家也都在牢牢地关注着这里的状态 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知道在这之际 天威战机装载着蓝星上 第一批外星人俘虏前往龙 可是不明白 这中间怎么还突然打起来 这在这时 龙国的一则声明给出了答案 刚刚从军部获悉 之前运在克拉星人俘虏的飞船 在飞船行走到太平洋上风附近 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突然受到了不明攻击 丧失了指挥组 而接管了战机指挥权的克拉星人 以天威战机向龙国提条件 向龙国索要第二架天威战机进行逃跑 狂暴的外星人是人类公敌 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提供必要的帮助 以帮助我们身在上面的科学家和优秀战士 顺利好生 看到这条生命 东条游夫整个人兴奋的差点要跳起 大日天神保佑 大日天神保佑 终于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东条游夫在那里幸灾乐乎 立刻把实时信息给我同步过来 我要关注实时动态 随后 在东条游夫面前 3D投影释放 清晰地展示出天空中的画面 此刻 在他们的上空 两架天威战机正在疯狂地追逐 咬得狠死 呼 突然后面的一架战机 向着前面的一架战机发射了一道超能激光兽 可惜 打偏了 东条游夫遗憾地说 要是这一下打中 前面那艘天威就要被击落了 没事 你们还有机会 加油 东条游夫如同看球一般 对着后面的一架天威战机加油鼓劲 东条游夫看着3D全息投影的图像 忍不住自言自语说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他们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哄 又是一道粗大的光柱发出 这次又发射早了 你们怎么就不能瞄准之后再 哄 一声巨大的响声响起 把东条游夫给吓了一跳 东条游夫赶紧追问 发生了什么 手下人一脸紧张地汇报 报告 我们遭到天威战机超能激光误射 我们最中心区域的摘星楼被击中 直接起了大火 东条游夫就没质问 他们天威战机内动 管我们什么事 为什么会让我们的摘星楼受损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东条游夫一巴掌拍在了那人的脸上 霸道 我们是大窝地博 不是小鬼 给他们发出警告 告诉他们不允许在我们的领风范围 砰 又是一道巨大的声音响起 地面都跟着掺 仿佛发生了巨大的地震一门 东条游夫暴怒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架战机向敌对战机发射了震荡波武器 东条游夫怒气冲冲地说 别告诉我震荡波武器 他们自己可以准备 旁边 一个战士分析员 对着东条游夫带着铺枪说 首相先生 您看 他们确实对震荡波武器不奔 震荡波武器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 但是 对我们确实如同猎底之灾 我们刚刚修建的中心区域 现在被彻底打弹 只剩下一片废墟 东条游夫听到这个汇报 气得浑身发抖 总共就两极 第一次打掉了我们的大傻 第二次 直接把一个巨大的区域给打成了废墟 我怎么感觉 他们的这天危战机 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现在的窝果 与其说果 不如说是一片小岛 本来就是弹丸之地 丢失了三岛之后 连弹丸都不如了 只能算根毛 可怜的是 这根毛它不安分 现在 报应来了 整个窝果想要通过外星人引自强 借助外星人的力量 实现科技飞运 可惜 算盘打的劈发响 运气不怎么好 被押送前往龙国的那些克拉星人 在经过窝果上空的时候 造反了 不但造反 还劫持了天危战机 现在 在天上打得你来我我 不可开交 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场冲突 或许是没搞明白天危战机的性能 无论怎么打 那些武器总是无法按照预想 拿在对方身上 到最后 全部落入了 窝果 本就不大的窝果 现在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被打得鸡飞狗跳 狼烟四气 东条游夫还有他的那些虾兵蟹将 全都一脸惊恐的看着天上的天危战机 猛逼了 呼 又是一道红光闪过 没有击中任何一架战机 却击中了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发电厂 刚刚建好 准备运行 现在全都成了废墟 大火弥漫 警报四气 尊贵的克拉星人 我们是你们的朋友 还请去其他地方战斗 东条游夫对着天空中的天危战机发送信号 砰 一道无声的仿佛气泡破裂一般的声音传来 随后 就看到 那空气都被打成了一条空气中 全都吓傻了 那巨大的空气注落在了大窝帝国医院的上方 随后 所有人都听到了爆炸的声音 接着就看到 一朵宛如蘑菇云一般的东西 生疼而起 不 不要 救命 救命啊 我不想死 一道道鬼哭狼嚎的声音传来 随后 又被杂乱的声音所演员 那大窝帝国医院一瞬间变化成了机体 刚刚那些求救的信息 也全都一并消失不见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 震荡服武器 那个二号机上竟然有机在震荡服武器 东条游夫在那里暴露 让他们负责 必须让他们赔偿 龙国的责任 这是龙国的权责 其他人眼中 同样带着仇恨 东条游夫愤怒的说 给我接联盟大会 我要控诉 旁边 外事大臣对着东条游夫说 现在的联盟轮值主委是龙 我们的控诉状可能都提不上去 东条游夫气的暴跳如雷 天上的轰炸还在继续 而地上的民众却在不停地逃窜 临时首相办公室 直接开始不停地掉落墙体 首相大人咱们快走吧 我们掩护你离开 外面走过来一群安保人员 维护着东条游夫朝着外面走 不走 我要在这里和我的民众一起 哼 一道巨大的声音传来 随后 就看到刚刚还全部封闭的首相办公室 突然被不知名的东西给消掉了房间 另外三面墙地也全部倒下 就如同一个站在那里的男子 突然被人扒掉了库长 暴露无疑 咕咚 东条游夫站在那里 有些惊惧地咽了一口口水 随后 赶紧随着那些安保人员离开 窝国 首相办公室之外 到处都是求救生 到处都是哀嚎生 救命 谁来救救我 为什么会这样 大日神为什么不保证我 难道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惩罚吗 那些民众痛苦不堪 很多直接丧命 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而还有一些侥幸存活下来 也因为受到了伤害 在那里痛苦的身影 有窝国网友利用有限的事件 发表了自己的提论 我们的首相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去求助 为什么不去向龙国求助 这些武器是龙国的 哪怕被外星人给抢 他们也应该会有足够的办法去控制 为什么不去祈求龙国出手 我现在都怀疑 这是龙国故意被他们钻了控制 然后对我们进行惩罚 但是我 没有证据 有窝国网友给出了冷静的分析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别忘了 现在的龙国不是之前的龙国 赶快祈求吧 我们除了请求龙国帮助 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 难道我们还能指望米国来帮忙吗 他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至于棒子 米国都到了 作为米国的狗 他的情况比咱们好不了 至于金国 虽然可能有实力帮助我们 但是龙国不发话 他们敢出手吗 一番分析之后 发现他们除了求救于龙国 别无他法 东条游夫注意到了民众的意义 此刻他站在广场的高台上 手里拿着大喇叭 对着现场的民众大声说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们是伟大的大窝民族 我们是大日神的后代 我们怎么可以向龙国低头 东条游夫对着民众再次说 只要我们忍耐 就一定可以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他们的弹药量快用光了 而且 我不信 他们在众目睽睽之险 敢对我们窝国赶尽杀绝 现场的民众听到这舞 有些皱眉 有些振愤 有些择握着拳头 而步伐 轰 又是一个巨大的声音响起 接着 在他们不远处的一栋大楼 直接如同豆腐快翼 直接被切割成两半 轮后突然倒塌 因为距离太近 那大楼倒塌时候的巨大的灰尘 直接扑到了众人的脸上 还有很多直接被飞来的混凝土快点 直接倒在了血泊中 而那些惊恐的躲过一截的人 看到被那大楼给砸了 痛苦流涕 我们的房子 那是我们的房子 完了 全完了 怪你 都怪你 这个混蛋 为什么要招惹容我 这个好战争 这个沃国的罪人 你的祖上把沃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 为什么还要重蹈复着 那些民众这个时候终于爆发 看着站在前面 还企图安抚众人的东条游夫大门 东条游夫安慰大家说 冷静冷静 大家不要被愤怒冲锋了头脑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冷静你麻痹 一句话说话 随后 就看到一双鞋子透过人去 直接朝着站在台上的东条游夫砸了过去 随着第一双鞋子砸出 如同打开了开关一般 接着就看到很多鞋子从会场下方朝着台上砸了过去 东条游夫被砸得爆头 东躲西藏 很快 第一波鞋子砸完了 东条游夫还有他身后的那些官员 被砸得晕头转响 不过 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 东条游夫看着众人 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越是这个时候 大家越是要冷静 不要被外人钻了空子 大家要记住 这一切都是龙 龙你麻痹 龙不是你爷爷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骂了一击 随后 就看到一块带着钢筋棱角的混凝挺快砸了过去 这石子如同微型炮弹一样 直接飞一般地朝着东条游夫那里飞了过去 东条游夫捂着头大叫 纵然砸偏了 可是棱角太锋利 还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谁 谁下这么狠的手 砸流血了 你们这样只会加速窝国的灭亡 只会加重窝国的苦 东条游夫继续鼓动着说到 这一切都是龙国的责任 我们应该 去死吧 到现在了 还不忘去甩锅 又是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随后 就看到一个黑影朝着前方的东条游夫飞了过去 哎呦 还咋 还用石子 我不会 哎呦 怎么又有 你们 接着 愤怒的民众终于爆发了 全都弯腰剪石头 随后 朝着台上砸过去 到最后 建筑垃圾剪完了 有些人甚至拆除围栏 朝着台上扔 东条游夫这个时候 如同丧家之群 刚开始侥幸躲过了几个石子 可是到最后 石子太多了 简直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全都朝着他的头上砸过来 他被砸到在地 倒在了血泊中 但即使如此 愤怒的民众还是没有放过对他的承误 一个个石子 不停地朝着他的身上扔过去 那些东西落在一起 临时弄成了一个低矮的坟墓 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 愤怒的民众才再次恢复理智 所有人看着前方 已经完全掩埋在建筑垃圾里面的东条游夫 一个个一句话也不说 一切都沉默得可平 而在远处 一道道火光亮起 一个个轰炸的声音响起 他们的家园正在遭受摧残 如果说之前的沉沦 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这次的轰炸 则彻底炸掉了他们所有的希望 之前利用谨慎的财力建造了基础设施 而现在一切都化为灰烬 对于窝国仅剩下的民众来说 这一天是世界末日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这场乱斗中 发现了怒火之后 终于有人想起了球主 直接跪倒在地上 请求龙国帮忙 救救我们 一人做完 其他人纷纷笑话 我们错了 我们之前在龙国犯下了滔天罪名 我们恶贯满意 我们不该助纣为虐 请求看在人道主义的份上 放过我们 赶紧出手制止眼前的这些外星人的胡乱攻击吧 我们只想要活着 以后再也不会参与龙国和其他国家的分争 保证不会给龙国惹麻烦 如果龙国愿意 我们愿意举行功夫 加入龙国 成为龙国的一份子 那些窝国的民众 这个时候不再跪拜他们的天日大神 不再跪拜他们残留的宝帝 而是跪在地面上 很多人用毛笔在地上 写下他们对龙国的畅吻和期待 太空中 一颗颗卫星都聚焦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两架 已经被克拉辛劫持的天威战机 在天空中熬战了几个小时 谁都没有伤害到谁 而身在下方的窝国 此刻却陷入了一片火海之阵 也看到了东条游夫被愤怒的民众 用石头砸死的场景 更加看到了那些民众虔诚地 对着写有龙国字样的牌子前跪拜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也在等着龙国的打赝 龙国 早早利用自身的超能战奖 飞到了魔都的陈阳等人 看着窝国一片火海 民众跪地求饶的画面 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而旁边的鸡 也都是一副大仇得报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 旁边的孙部长走过来 对着陈阳问 陈教授 咱们在联盟的测室聊会问 什么时候帮忙救助窝国的这群禽兽 陈阳愣了一下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对着孙部长等人说 你们说 百年前的那场非暗动乱中 我们的国民 面对他们的畜生先祖的时候 是不是比他们更绝望 是不是也曾绝望地嘶吼 绝望地求饶 众人一愣 陈阳语气沉痛地继续道 我想 他们一定比这些窝人更绝望 可是 他们的那些畜生先祖 却没有手下留情 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又一座 万人坑和坑中的累累白骨 你们说 黑暗动乱中那些死去的蒙国人 如果泉下有之 看到了现在的场景 他们会作何感谢 会不会让我们停手 会不会让我们网开一面 孙部长等人听到这话 神色沉重 旁边的许世强则直接爆发 许他妈的求饶 如果地位互坏 这些畜生可不会对我们有丝毫怜悯 要求你们去救 我不去 我想喝酒 我想去南都喝酒 我想对着百年前 黑暗动乱中死去的千千万万亡魂喝酒 我想告诉他们 信不辱命 替你们报仇了 泛浪同样点头 我也去 走吧 陈教授 我要在那些先烈同胞面前 好好地介绍一下 秦刚等人同样跟着 等等我 我带上我的好酒 不一会儿 就只剩下孙部长一个人 看着离去的急 愤愤地骂道 混蛋 你们以为老子想了 你们都去喝酒是吧 老子也去 搞得谁不会喝酒是 正准备追上去 却听到自己的手机响了起来 联盟那边传来噪杂的声音 说话的龙国的一个特使助理 孙部长 怎么样啊 联盟这边 还有人权组织 民权联盟全部都在求情 怎么施压呢 让咱们务必想办法控制局势 虽然是外星人作祟 但是 那战机是咱们的 他们请求咱们能够出 控制伤亡 不要再扩大 孙部长问 怎么是你打电话 梁辉呢 那个特使助理对着孙部长说 梁特使刚刚喝水抢走 呼吸有点困 现在正在医院治疗 孙部长低声骂了一句 妈的 老狐狸 孙部长 您说什么 没什么 那天威战机咱们准备怎么处理 告诉他们 没法处理 我们的工程师喝酒喝醉 要等他们酒醒了才能处理 那乌国这边 他们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 电话那头 特使助理一论 随后点 是 我明白了 乌国仅剩了一个岛屿 仅剩了一些国民 现在也在两架天威战机的攻击下 苟延残喘 大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废墟 大批的人已经不知所踪 而乌国的首相东条游夫等 此刻已经全部被石块给砸死 大批的人都跪倒在地上 祈求龙国能够出手 帮助他们制服 已经被克拉星人 请过去的天威战机 联盟大会上 特使梁辉的助手 对着那些施压的人回忆 我们已经在努力 所有的工程师 设计师 全都在想办法重新夺取 对天威战机的控制权 但是 那些克拉星人 在电磁方面的能力太紧了 他们几乎可以屏蔽我们所有的心 根本没有办法 脸上的那种悲天女人的神 好像现在死掉的不是沃国人 而是他的亲人 梁辉的助手 面对镜头再次锤打着胸口 痛心疾首地说 看着他们受过 看着他们被打死 看着他们绝望 我也心里难受啊 可是我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好没用 那表情 让看到的人都忍不住心疼 有和沃国关系亲近的人 对着助手问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全部摧毁吗 助手再次说 不会的 不会被全部摧毁 按照他们这种攻击方式 应该很快就会把战机上的能量给耗光 到时候 沃国的苦难就结束了 能源耗光才可以彻底停掉 听到这话的人 神色复杂 而那些沃国人 则趴在地上绝望地大哭 他们这个地方 因为地方特殊 连防空洞都没有 一个个暴露在地面上 如同待宰的羔羊 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梁辉特使的助手 曾明终于一脸兴奋地宣布 我们已经检测到他们的能量剩余不多了 我们的天威战机出动 动用我们最好的飞行员 一定会把那些在天威战机上 作恶的克拉星人给抓捕归案 让他们给窝过一个交代 一个小时候 一架架天威战机 如同蝗虫一般 出现在空中 飞压压一片 把那两架天威战机给包围了 那些在空中厮杀了半天 愣是一发都没有击中对方的克拉星人 这个时候似乎也疲惫 面对龙国的包围 直接亮起了白旗 猴翔 猴翔 我们愿意接受龙国的制裁 克拉星人被带走了 窝国的苦难结束了 整个窝岛 此刻已经一片交组 人口实不存一 之前 岛上还有喘息声 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如同被烟火说过的老鼠一般 彻底找不到踪迹 曾明一脸愤态 说 这些克拉星人实在太可恶 竟然对人类做出这样的事情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那愤恨的眼神 那严厉的语刺 好像 现在克拉星人站在他面前 他都能走过去生生撕了对方眼 孙部长一边看着来自联盟的直播 一边对着因为喝水被枪 被紧急入院 然后又被转送回国的梁辉说 不错 不错 这个助手有钱 要不是你坐在这 我都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已经思想叛变 梁辉对着自己的助手点评 表演痕迹重了点 还不够自然 需要加强学习 还得再历练 孙部长笑了 哈哈 你这个老狐狸 可不能藏私 不然 咱们以后和人吵架 容易吃亏 梁辉虎目一瞪 发气的说 吃亏 现在这个吃的 谁敢让咱们吃亏 敢让咱们吃亏 咱们就让他们吃枪子 孙部长仰头大笑 哈哈 不过 随后话风一转 对着梁辉说 你得赶快回到联盟去 接下来 咱们还有好几件大事要做 没有你在那里 我怕咱们的事情做不顺利 梁辉反问 大事情 能有多大的事情 随后 孙部长把之前商定的事情 给梁辉说了一 听完之后 梁辉忍不住一派大脑 好 老子早在等这一天哪 我现在就回去 保证咱们的事情 一点也耽误不了 你这病不痒痒了 梁辉笑着说 有个屁的病 你这个老东西少在这里诅咒我 再说 就算真的有病 听到你给我说的这些 我也全都好了 你给陈教授说一下 我这次回来的着急 没有时间当面告辞了 还希望他不要怪罪 后面等有机会了 我再好好拜访他 孙部长听到梁辉虚情假意的 忍不住一笑 怎么还客气上了 这是我对陈教授尊重 你懂个屁 之前一位喝水枪着的龙国特使梁辉 再次回到了联盟之中 并且再次成为了各国特使争相巴结的对象 但是 当他进入联盟大会的会场之后 脸上就多了一股意味深长的意味 各位 相比大家都看到了前不久在乌国发生的惩剧 经过我们的审核调查 我们最终确定 这一切的责任在 米国 梁辉的话如同一个重磅炸弹扔到了大海里 瞬间掀起了九层高的浪花 特使莱恩斯对着梁辉讽 胡扯 绝对是胡扯 吴国贝尔 和我们米国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之前 他可能早已经起身了一口 但是现在 他却没有这个女性 他不知道自己在离开之后 剩下的这些人会不会直接通过一项带补他的命 梁辉再次眼神如见的环视一周 我们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证据 证明这些克拉星人 正是因为和米国总统胡佛的勾结 并且在胡佛的默许之下 才让他们这么多的克拉星人降临 而他们降临的目的只有一个 霸占这个星球 奴役这颗星球 但这颗星球上的一切 成为他们克拉星人的奴隶 这强大的气场 直接把那些人 刚刚好在嘈杂议论的人给下的莫不作声 梁辉置地有声地说 这个照片显示 这克拉星人 很久之前就在和米国总统接触 而在他们的领主索塔降临之后 更加大了和米国总统的游戏 我有理由怀疑 克拉星人的内货 还有对人类的毒杀 和索塔之前与胡佛的接触有关 甚至 不能排除 这些外星人在窝国之后 突然攻击龙国的飞行人 并劫持了龙国战机 也是之前和胡佛等人策划 根据国际法 我现在正式提起 对胡佛 拉西里 贾维斯等人的反人类罪才子 并按照之前的联盟法 对他们正式逮捕 这句话如同一个重磅炸弹一般 瞬间石破天惊 联盟大会逮捕米国的前三号人物 这 这在以前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纵然是异想天开 也不敢朝着这方面想 从来只有米国提起诉识 逮捕其他国家的头号人物 哪里有联盟对他们发起诉讼 伊科特特使率先表态 我们复义 同意提案 新国特使 同样毫不犹豫的支持 我也同意 八国特使紧随其后 我赞成 千岛国特使高升复合 我没意见 随着这几大强国发生 无论是非洲的还是中东的国家 也全都表达了意愿 所以 所有人都看向了坐在最前面的欧洲人 法兰西特使说 我们 我必须立刻和总统先生通话 随后 退了出去 走进他们的办公室中 赶紧接通了总统的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把前因后果叙述了一番 可是还不等他说完 电话那头直接响起了 法兰西总统暴跳如雷的吼声 同意 立刻同意 马上同意 你是不是蠢货 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的坚持还有意义吗 你现在这个时候反对 是不是想和龙国为敌 我之前总说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龙国搞好关系 提升和龙国的合作等级 你是不是耳朵长毛了 回去 赶快回去 立刻投赞成票 总统的声音如同炸雷一般 把特使的耳朵都给炸得轰轰响 是 我马上回去 挂断电话 特使小跑着朝着大庭跑去 法兰西特使高喊 同意 我们同意 这个时候 旁边的德意志特使忍不住冷笑一声 晚了 立案通过了 法兰西特使愣住 什么 通过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投票 德意志特使说 你们投不投票有什么关系 过了时间了 按照弃权处理 随后 好像是嫌弃自己的刺激还不够 对着他继续说 龙国的提案 你投了弃权票 看来你的意见很大 法兰西特使赶紧解释 胡说 没有 我双手赞成 怎么可能会存罪 呵呵 我们都看到了你投了弃权票 半个小时候 立案高票通过 同意立刻组成联盟军 逮捕米国总统部 国卿阿西里 战争部部长贾维斯 同时对他们的罪名进行审判 审判员由联盟委员组成 特别委员会进行最后裁判 这个消息传出 整个世界哗然 想不到啊想不到 米国也有这么一天 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个时代到来了 终究是东风压倒西风 一天后 一架天威战机 冲现在了米国白房子面前 战机没有降落 悬浮在那里 六个身穿超能战甲的战士 从天威战机上走出来 随后 慢慢走进了白房子 在全世界前面 架着总统吴佛 国卿拉西里 和战争部部长贾维斯朝的 天威战机而去 吴佛和贾维斯面色平静 好像早已经预料到有这么一天 可是国卿拉西里 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平常最讲气度的拉西里 这个时候如同一个泼妇一般 劈头散发的大将 我要申诉 我不认可你们强加在我身上的罪名 我不过是国卿 不是总统 不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他甚至在不停地拉扯 想要这个正脱超能战士的束缚 可惜 不过徒劳而已 他的四肢被捕鞋得死死 整个人更是被架着飞了出去 三人被抓捕 架着到了天威战机机舱门口 随后转身 面对着顶下的镜头和记者 啪啪啪 一道道闪光灯亮起 无数人举起了相机 拍下这历史性的一幕 随后 三人便被带往联盟组 一个时代 彻底结束了 白房子的那些人 刚开始一阵慌乱 自从米国立国至今250年 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最高大法官说 按照宪法 在他们三位被抓走之后 我们应该是一掌纪委 一掌人呢 赶快去找一掌 众人才反应过来 随后 一股脑地朝着一掌家奔去 海景庄园中 一个皮包骨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画面 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 他正是米国议长皮洛西 此刻他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大法官躬身轻声叫着皮洛西 唯恐吓到了他 议长先生 皮洛西被吓得脚尖一声 两眼翻白 直挺挺地躺在了沙发上 众人吓了一跳 快 快叫医生 大法官指着旁边的一个随从道 给他人工呼吸 经过好一会折腾 皮洛西终于悠悠地行转过来 大法官对着皮洛西小声说 医长先生 按照宪法规定 总统他们因故不能继续领之断 按照顺位继位的原理 由您来担任米国总统 皮洛西一边拿起身边的抱枕 朝着大法官扔过去 一边竭力嘶吼 米国官 你们想害死我 是不是 我不当米国总统 我辞职 我要辞职 医长先生 这是您的责任 您当初成为大法官的时候 就已经立下誓言 要为了米国而奋斗 现在米国需要你 您不能辞职 更不能推辞 皮洛西疯子一般 对着大法官等人吼道 为什么不能 我身体不舒服 为什么不能辞职 赖皮灯被关押了 鲍尔被审判了 现在胡佛更紫 直接被联盟当着 全世界的面给带走 现在 我们的总统 棒子国总统下场还要死 要死你们去 别带上我 大法官说 医长先生 您不能拒绝 您看外面的龙状 他们都在盼着您就职 盼着您就职之后 改善和龙国的关系 如果您做不到 我怕他们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提洛西更加惊叫 什么 就职改善和龙国的关系 为什么是我 大法官再次说 因为关系是您搞坏的 得您去修复 不然 外面的民众 不会善罢甘休的